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29日星期四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由多名工聯會社區幹事組成的一個關注組 昨天去到康民處總部進行請願 他們不點名批評 一百毛的東方星去到觀塘音樂噴泉那樹沖樑 是低俗的行為 以及會教壞小孩 他們就速請康民處要調查事件 以及追討責任 第二宗消息 在下個學年 中學的通識科就會改組成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最近這個科目的新教科書已經印好了 讓版書交到不同的學校那樹過網 今天有記者發現 在這些教科書裡面 竟然提及到要反對過陽節這些內容 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刷鞋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工聯會那幫人組成的關注組 昨天去請願什麼 他們的關注組召集人 叫做余兆倫 說有位所謂的網絡紅人 去到觀塘海濱音樂噴泉 坦空露備 用簡易洗掃 行為令人不恥 另一名成員叫做黃啟生說 看到直播片段當中 一名男子赤身露體 強迫小朋友 跟他作身體接觸 畫面猥褻 教壞小朋友 還說他是公然地挑戰道德底線和法律 不知道以為他還有侵犯小朋友 實情就是那些小蚊子和一百毛的藝人東方星在玩水 不需要上綱上線 強迫小朋友跟他做身體接觸 你牽著小蚊子的手 過馬路也是身體接觸的一部分 他講得好像很誇張 好了 這個關注組就速請康民署 要嚴肅跟進 有沒有人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和刻意破壞音樂噴泉 如果有的話 就必須向他追究賠償 哇 就是想掠水 其實康民署昨天也發表了一篇聲明 意有所指 就說 任何人違反遊樂場地規例 可被判處罰款兩千元和監禁十四天 他所針對的是 近日有人在 觀塘、海濱、花園、音樂噴泉和互動汽水區的範圍裡 作出行為不當和使用簡易的行為 有不少人猜想 他們正在針對一百毛的東方星 實情HK01自己也有報道 玩這些簡易的 就不只是東方星一個 大有人在 其實是 在互動汽水區賭柬埔的也有 有些在吹柬埔的也有 為何那些又不去追究呢 為何只像殺有介事去針對一百毛 是否它是所謂的黃梅呢 在那些藍絲眼中一百毛是黃梅來的 所以針對它是否這樣呢 槍打出頭料呢 在過去這麼多日 很多那些年輕人、小蚊子 在音樂噴泉附近的範圍那處 都是玩這些吹柬埔的東西 那是否要找他們的家長去問責呢 老實說 去到這些音樂噴泉 玩水的小蚊子和他的家長 我估計一般都很少說是 本地人的家長 有些都是新移民 你聽口音就知道了 一般本地的家長 很多都是很傑逼 很注重那些小蚊子的衛生 尤其是現在所謂的疫情 怎會捨得自己是金波羅 去玩這些髒水呢 一般來說 不要說你觀塘的音樂噴泉 就算說其他商場 哪些公眾地方有這些噴泉 小蚊子說想去碰一下那些池水 那家長馬上就會喝止 他一定不能這樣做 那些髒髒髒的東西 一般香港那些 如果本地的家長 就會很注重這些東西 其實玩這些都是不衛生的 老實說 這些水你又碰過 他又碰過 髒髒髒 你的水是循環的 所以老實說 我自己也不建議去玩這些水 不是說什麼 遊樂場地規例的問題 而是不衛生的問題 只不過 一樣米就養百洋人 百貨應百客 有些人 他也不擔心自己的子女 那個衛生問題 他去玩的 玩這些水 有鬼他去玩 對不對 實際上這些水 碰完之後 如果又去舔手舔腳 很容易手足 口柄也不奇怪 唉 總之很髒 不過有些人他大無畏精神 喜歡玩 就有鬼他去玩 好了 現在就說那些池水有抱 要進行徹底清潔 然後又好像暗示 要把這個一百毛的東方星摘棍 給人一種感覺 就是好像找東西賴 對不對 作為一個 為起終五千萬級數的 音樂噴泉 也不要說你那個噴泉 本身能夠噴到多少高度 或者是幾個美觀 不說那些東西了 喂 只是說過濾的設計 也應該有 是不是 做多少簡譜 就已經說要進行徹底清潔 喂 那時候不是說 有一個人走去撒篤屎 你撒篤屎 說要徹底清潔 那還是叫做合理 簡譜而已 是不是 那麼到底五千萬 其實五千萬 五千萬 實情 我以為會建到永里外面的音樂噴泉 就算建不到那個 至少是新城市廣場以前的中庭 對不對 你現在建這個出來 原來弄多少簡譜 就出事了 那你哪有說服力 不是這個 還是賴這個 最好笑的就是工聯會的關注組 說這個東方星教壞小孩 實情 我說最教壞小孩的那些 就是那些不知所謂的家長 你也不教識小朋友 是衛生的 啊 走去公眾場所去玩水 本身就有問題了 你說去沙灘或泳池 也不要緊,那些磚門讓你去稀水 老實說,就算泳池那些水也不是天天換 也不衛生 不過那些磚門讓你去 設計,讓你玩水,你就玩飽 這些地方,話就說什麼公眾稀水區 我想 如果你生個兒子,或者你有個孫子 你敢不敢帶他去這些地方玩? 沒有疫情也假的,是不是? 那些水髒、辣太,噴來噴去,你又玩他又玩 這個又碰過,那個又碰過,那些汗 口水,鼻涕,全部混在一起 然後又噴上來,然後又下個小蚊子去玩 當然,我講這些話,未必每個人都對聽 有些家長就認為,這些不要緊的,大菌吃細菌 那你就帶個小蚊子去玩多一點,我不會阻礙你的 好了,接著又講一下 事實上,這個場地 附近那麼多人都去玩,又不戴口罩 那些執法人員,為什麼又沒有人去 說他們違反限聚令呢? 全部沒有人保持社交距離 全部都靠好 不要只是說這個東方星 如果要抓,很多東西可以讓你抓 差在究竟你有沒有這樣的行動力去做這些事 我覺得整件事很無謂 我覺得 好了,接著我們就看看第二宗消息 就是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新教科書 印好了 其中一本就是由名創教育所出版的新領域公民與社會發展 在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這個課題下面就提到 全球化底下 西方文化 逐漸成為全球普遍接受的文化 中國在不斷對外開放的情況下 傳統習俗就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衝擊 影響力就不斷減少 教師用書的補充資料更加就引述了 大陸學者反對過陽節的文章 就說非教徒 隨波逐流地認同基督教和耶誕節 無意中就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和泛濫推波助瀾 不過更加就使得西方國家的軟實力在中國不斷滲透和擴張 呼籲要謹慎地應對耶誕節 非教徒就不要慶祝 他們還舉例 聖誕節和萬聖節等的西方節日受到中國年輕一代的歡迎 而從陽節七夕等的中國傳統節日 受重視的程度就不斷下降 老實說這跟什麼宗教是無關的 我可以解釋這些 根本就是市場主導 這些人是很離地的 老實說你要教這些刷鞋也好 怎樣也好 不要太過離地了 對不對 你說現在那些人所謂走去慶祝聖誕節 萬聖節 不過他真的認同 節日背後的理念嗎 絕對不是 很多人純粹就是當作公眾假期來看待 而且 為什麼那些人對聖誕節和萬聖節特別 好像受到歡迎 因為他背後的市場包裝得好 聖誕節根本就是一個消費狂歡的節日 萬聖節 就要去酒吧那裡扮鬼扮馬 然後有下文 聖志民就搞得好 搞完蘭桂坊就去搞 海洋公園就搞得那些年輕人和年輕人 不斷去光顧他 背後他一定有些東西驅使他 吸引到他去的 萬聖節老實說對於那些長者來說 彩你也有味啦 萬聖節 那些年輕人和年輕人玩 為什麼他會玩呢 因為他出席了萬聖節那些 派對 扮鬼扮馬 扮了一大輪之後 會有下文 這麼簡單 從楊節不會有下文 合家走上去拜山 可以有什麼下文 合不合 你要包裝一些節日 要用市場主導的角度來看 比如說他裡面提到七席 七席就可以拿來包裝 是不是 七席嘛 你就包裝成為一個中國的情人節 笨實 你包裝得到 你就成功了 老實說以前萬聖節在香港也不受重視 近年才會越來越多人走去玩 萬聖節 是不是 以前書本也不是教你走去酒吧 狂歡 萬聖節就是 去派堂給那些小蚊子 哪有說去 扮鬼扮馬 沒有的 你就賦予一層新的意義給他 就可以將這個節日重新活化 你要別人重視那些什麼中國傳統節日 你就不能夠死故故了 是不是 有些事情是沒得搞的 比如說清明重陽 你固定去拜山 你可以怎樣活化他 來來去去都是這樣搞的 但是 中秋節端午節 這些就被市場主導活化了 拿來賣月餅賣種 是不是 那你可以多想一些新的計劃 這樣就可以受到重視 很簡單 那些人去玩聖誕節派對 那些年輕男女 那些人去搏什麼 你以為他真的認同基督教的理念嗎 當然不是 對不對 你只是看看英國 近三十年以來 有兩類宗教人士是特別多的 第一就是無宗教人士 已經上升到兩成幾三成了 第二 就是伊斯蘭教的穆斯林 因為他們的群體出生率是較高的 反而來說 基督教在英國的影響力也是 下跌了的 如果你從人口 信徒的數字上來看 所以 這些教科書老實說就是離地萬丈 我看起來就是 不知所謂到極 說來講去給人一種感覺 就好像想鼓吹民族主義情緒 鼓吹也不要緊 不要說那些話根本上都不對題 所以也解釋到 為什麼那麼多家長就算他不是 全家移民去外國 他也要保送自己的子女去外國讀書 就是不想接受你這樣的教育 是不是 你看看那些高官 稍為經濟條件負擔得起 很多都送自己的子女去外國讀書 他就不需要受這樣的教育 讀了這些公民與社會發展 這些是沒有什麼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